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讽刺当时美苏两国核危机的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 之后库布里克又将视角对准了美苏两国正在进行的另一项竞赛 这就是太空竞赛 1957年 前苏联首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 1961年 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前苏联在太空竞赛中展现出来的领先优势 深深地刺激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实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提出著名的阿波罗计划 并大量增加了美国宇航员的预算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库布里克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拍《2001太空漫游》 在朋友的引荐下 库布里克结识了著名的科幻作家亚瑟·科拉克 亚瑟·科拉克曾经担任英国星际协会主席 当时已经是科幻领域的权威人物 两人一拍即合 开始共同推动《2001太空漫游》的发展 科拉克的小说《前哨》中关于黑石的概念 被选为影片的基础架构 在这个基础之上 两人在1968年交出了各自的作品 这就是不朽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 和同样不朽的同名小说《2001太空漫游》 影片《2001太空漫游》是一部十分费解的影片 全片节奏缓慢 大量信息都是通过视觉元素传达 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哲学内涵 对现在的观众来说 观看《2001太空漫游》 可能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但是如果你能耐心看完影片 相信你会感受到同样的震撼 下面咱们就来具体唠唠这部片子 影片《2001太空漫游》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章节 进入正片之前 影片有一段长达三分钟的黑屏 同时伴随着的还有一段杂乱的背景音 根据影片中对于黑石的表现 我们可以将这段黑屏理解为 是那一面黑石在召唤我们进入荧幕世界 接着在理查德·施特劳斯辉宏的交响师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中 地球和太阳相继登上了宇宙舞台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原本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经典著作 尼采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著名的超人概念 这一概念和《2001太空漫游》的主题 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这部分我们放到最后再说 现在先来看看影片的第一章 人类的黎明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史前史 视角被拉回到几百万年前的非洲 人类的原古祖先古猿 在这片平积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古猿们像其他动物一样 依靠本能过着群居生活 它们居住在岩洞里头 凶猛的野兽是它们生存的最大威胁 安逸的现状因为一块黑石的出现而有了变化 在小说中 这块发出诡异声音的黑石 有着一比四比九的精确比例 这块神秘的黑石就像某种天启一样 赋予了这只名叫望月者的古猿 使用工具的念头 正是随着工具的使用 人类开始逐渐步入新的阶段 关于这群古猿 还有一些好玩的幕后故事 这些古猿都是由化了妆的真人扮演 为了真实的表现古猿的姿态 库布里克甚至要求演员们 去动物园观察人类近亲黑猩猩的神态举止 所以这些古猿的动作姿态里面 其实还蕴含着它们独特的性格 只不过我们很难从单一的动作维度 解析出古猿的个性 除此之外 这一章节其实还涉及到人类起源的问题 根据考古学的最新发现 人类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至500万年前的地缘 不过现代基因遗传学表明 我们并不是由原始人类族群发展来的 所有的现代人似乎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后裔 这位人类母亲生活在大约15万年前的非洲 在2001太空漫游成篇的时代 基因技术还芳心未溢 所以影片中的古猿应该是一种 还未分化为不同原始人类的物种 我们接着说回工具 聪明的古猿们开始利用手中的工具 获取更多的资源 文明也得以在这个过程中资深发展 随着望月者将骨头抛向空中 时间来到了太空时代 那根象征着工具的骨头 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 变成了人类探索宇宙的飞船 从骨头到飞船 这两个镜头的连接 已经成为影史上最经典的剪辑之一 因为它在两个镜头之间 创造出了新的意义黑洞 两个镜头之间被省略的是 人类长达百万年的文明演化历程 这一部分虽然是不可见的 但是我们知道里面蕴含着未知的海量信息 有带着我们不断去挖掘探索 在中国的语境之中 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留白 画面以内的信息是有限的 但画面之外的意义是无限的 随着画面跳转到太空时代 影片进入了第二个章节 月球之旅 弗洛伊德博士乘坐太空飞船来到空间站 接着通过了电脑的语音识别 进入到空间站内部 这里的装饰是一种极简的未来主义风格 弗洛伊德第一时间拨通了视频电话 和自己的小可爱进行了通话 由于空间站在不断自旋 窗外的地球看着就像在不断旋转一样 至此一点 我们就能看出库布里克对于细节的考究 通话结束后 弗洛伊德和苏联科学家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苏联科学家询问他关于月球上的密文 根据苏方的情报 美国在月球的基地可能爆发了某种未知的传染病 弗洛伊德以个人权限为由打断了这个话题 之后弗洛伊德便从空间站出发 乘坐飞船器来到了月球基地 从月球会议上我们得知 这个密文可能和外星文明相关 因为顾虑到这个消息可能引起的文化冲击 所以美国宇航员才选择了保守秘密 这个牵涉到外星文明的秘密 就是曾经给古猿们带来启示的黑石 黑石还和从前一样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 当人类探险队打算拍照留影时 黑石却突然发出刺耳的鸣叫 接着画面便转到了一年半之后 在月球之旅这一章中 也有着很多夺人眼球的设定 在2001太空漫游之前的科幻片中 对于太空飞船的设想 大多采用粗糙的飞碟式 但是库布里克拒绝这种庸长的想象 为了设计出真实感爆棚的飞船和空间站 库布里克专门请来的NASA的科学家 影片也因此而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真实质感 除了模型上的考究 导演没有忘记飞船内部的施重环境 而一支漂浮的钢笔 成了施重环境的最好驻解 在一个还没有CG技术的年代 剧组通过巧妙的运用玻璃 完美地呈现了飞船内的施重状态 而进入空间站之后 由于空间站通过自旋来模拟引力 所以空间站内是正常的重力状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对于自旋空间站的设想 目前仍然停留于理论阶段 现实版的空间站仍然处于一种为失重状态 至于为什么还没有实现这种理论设想 其实是因为这种能够模拟重力的空间站 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构成 对于目前的航天技术来说 大批量运输的成本还过于高昂 不过马斯克旗下的SpaceX 通过开发火箭回收技术 已经大大缩减了太空发射的成本 在目利可及的未来 能够模拟重力的大型空间站 应该会成为现实 在空间站内 还有两项科技展现也十分有意思 语音识别和视频通话 可能在现在的我们看来 这些科技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要知道 电影上映的日期可是1968年 当时计算机的基本构成元件 还是晶体管 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还十分有限 但是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 让科幻作家们看到了语音识别的逻辑可能性 另一项黑科技视频通话 当时主要出现在实验室之中 视频通话首次和公众见面 是在1964年举办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面 但是当时的技术还无法实现量产 所以一直等到20世纪初 随着通信网络的发展 视频通话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随着画面的转换 我们来到了影片的第三章 木星任务 这一章和最后一章的故事 比前面两章要更为精彩和费解 由于篇幅有限 今天的节目不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下期星星将为大家带来 2001太空漫游后半部分的详细解读 想看后半部分解读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个关注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最新的内容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